大家好,我们养护茶花的时候,茶花呢,它长出花苞之后呢,只要养护得当,你的茶花呢,它这个花苞是可以顺利开放的 但是,如果你的茶花花苞它不开放,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呢?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,这个茶花它是比较洗阴,然后呢,又怕冷,又洗湿,又怕积水,洗肥,但是呢,又要根据这个季节,还有它的品种而定 所以我们大家在养护这个茶花的时候,一定要按照它的生长习性来养护 如果你的养护不到位,就会造成它不开花 当然了,平时呢,也要给它多补充一点这个磷甲肥 因为磷甲肥呢,是可以促进它这个花苞开放的 如果你没有补充足够的磷甲肥,就会造成了它营养不足,然后花苞了开不出来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,我们呢,可以给它补充一点磷酸二清甲 然后促进了它这个花苞啊,然后顺利的开放 那么第二个呢,就是这个茶花呀,它呢,已经长出花苞了 但是你把它放在这个室温呢,比较高的地方 那么因为室温比较高,然后加上呢,这个空气比较干燥 这个花苞啊,它就会因为这个缺水,然后就会脱落 或者是呢,导致它萎缩,开放不了这个情况 那么大家就一定要注意,我们可以呢,给它补充一点水物 那个增加它的湿度 然后将靠近花苞的这部分叶片来剪掉 然后将四枚树,给它稀释大概八千倍左右涂在这个山口上 这样呢,就可以促使这个茶花开花 那么茶花,它长的花苞不开放的主要就是有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养护管理不当 另外一个就是室温过高空气太过干燥导致的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